再來我們要練習的是綜合題的第二章 第一題這個部分,基本上還沒有斜面有線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 徒手畫的 老師先把 來畫的參考線讓同學看一下 這裡總共有三格,深度有四格 這裡三格 高度,這裡是高度 三格高度 三 所以在這裡 再來 這個斜面是從這裡斜到這一個 從這一點斜到這一點 再來 這裡是一個高度 所以這裡 這邊是一個高度 這是斜過來 這裡是一點斜到這邊 所以這裡 這裡是一個正垂面斜到這個點 好,所以正四圖 就是這樣子 再來上四圖 好,深度是四嘛 好 好,這裡一個單位 好 這邊一樣 是一個單位 所以它斜到這邊 好,這裡斜到這邊 好,這裡有一個 這條線 好,他們都斜到這裡 好,所以上四圖就是這樣子 再來 右側是圖 深度是四個單位 高度是三個單位 好,這裡 我們先把最長的部分畫出來 往下一 好,這邊切過來 對不對 好,再來 再來 這裡是往這邊 在兩個單位寫過來 這個平面 這裡 寫到這裡 OK 好,這裡 再來 虛線的部分 這樣子看過去 這裡有一個面 是垂直面 所以這裡 要有一條線 這邊 要一條 橫線 所以這一個 是虛線 對不起 這樣看過去 所以 這裡看得到 這裡看不到 所以 這裡是實線 這裡是虛線 所以 基本上 它這個圖 檢查一下 這裡沒有 所以這個圖 就是像這樣子